我为一个十大周人 怎么能没去过正定古城呢 今天我就带一台相机 来帮大家的国庆假期 提前去猜猜点 我就先来尝尝 这个正定必吃排行榜 第一的排骨 这种那个正定八大碗 点一个排骨 再点八大碗一半 四大碗 但没想到菜上了之后 我就惊呆了 这份料也太足了 四小碗给的是猪肘 肉丸 萝卜和豆腐 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 一口直接起飞 有人了 走不走路了 休息了老半天才恢复行动能力 先去这个龙兴寺转转 这建筑真的精妙绝伦 还有高达21米的铜像 和东方美神道座观音 50折 我太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眼睛了 好在我有这台 转转官方验证过的相机 虽然是二手的 但转转官方验证过 只卖正品 还有一年质保和七天无理由推翻货 借用照片来跟你们分享吧 就是我第二天才看见 我好像被鸽子挠伤了 我不能要去打个狂鸽一秒吧 之后我要去古城墙转了转 景色还行 但往前走了好久都没看到头 还有拖远呀 真是给我泪劈叉了 中午吃的走这两步 全都给我消化完了 下了城墙已经四五点了 我打算租个汉服拍个照 但 总感觉自己穿上来 有种说不上来的威和 2.5走啊 不过饿得不行 随便沾个头发我就去进食了 想了一下 我的正念特产终于又能吃上了 牛肉上外 核脑面和牛肉罩饼 但我作死的好奇 这个帮肝到底是啥 就点了一个 闻起来 有腥的耗的 救命 我好像看见我太难了 这些是声势 有香 有色 爱吃笨干的朋友对不起 我有罪 我还是吃和老吧 还是这个好吃啊 恢复好体力 我就开始各种找地方拍照 真不愧是赚着官方验证过的相机 验机报告里能清楚地阐述 这台二手相机的各个功能和细节 就是我这个性格 实在不适合问问而言的拍照 赚着美好生活质点员小乔 验证正定古城 成功 那次